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么呢 现在跟大家来看一个尴尬的场面 是台北市的前后任的市长 柯文哲跟郝龙斌呢 在最近因为选举的关系 都会有同台机会 但是没有互动 郝龙斌是有备而来 他跟柯文哲喊话说 这个应该重新恢复 那个重阳敬老金 不过当然 柯文哲立刻就回绝了 不过柯文哲他也是有炮打中央的地方 他讲说这个双城论坛迟迟没有进度 是因为上海台办的主任李文辉 要来打一台 受到阻碍 那到底是谁阻碍了呢 是陆委会卡住了吗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前后任市长难得排排坐 整场记者会却是几乎零互动 两人不对痛 也没打算装熟 更不用谈什么先礼后逼 郝龙斌上台 直接对柯市长下指导棋 我要城市的建议柯市长 希望城市长能够考虑恢复重阳敬老金 我也知道这个对选票有伤 但是有时候政治还是有点理想性 理论上是不应该这样做 当然对在政治上 在淘楼选票上面是很吃亏的 我还是希望柯市长能够了解 重阳敬老金不是只是单纯的给 这些长辈一千块来贺解 同时这样也可以请听一些市民的声音 了解基层 能接地气 这个不要在这边 两人唇枪舌战 面对面却谁也不让谁 郝龙斌更主动提及双城论坛 因为柯市长才刚抱怨 上海台办主任要来台湾 却卡关 双城论坛 我们民进党政府 不让对方的代表到这里来 来洽商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当年这件事情 这个啊 做起来复杂 这个 我跟你讲双城叫双 也不是单城论坛 这个要大家方便 大家还要来说讲明白的 这也不是上海可以决定的 他们要回去问北京 所以在我们台湾这边 确实是卡在民进党政府 你是哪一台什么 不急的 不急的 时间可以解决一切 就怕被解毒和蓝营联手 炮打中压 柯文哲没随好龙斌开炮起舞 毕竟两人没交起 甚至多次互嗆 却得同台 似乎都不想演戏 收访结束 完全没说拜拜 两人各自离开 杉丽新闻 杨丹甘 辛苦了 昨天的联合报告 告诉大家是说 双城论坛 柯文哲的发言是一个关键 那不要说太烧鬼 未来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的这个提名的部分 市长大概就是要 让给柯文哲了 但是马上 其实我们看到的 讲到双城论坛 记者问他说 那双城论坛 你会不会讲话太over啊 或什么的 他就自己昨天讲了 他说这个被卡关 所以柯文 好像只要跟两岸有关 就柯文哲 就会丢出一些话 就好像会跟民党之间 到底这叫罗生门 还是矛盾啊 其实我觉得政治人物 真的不要习惯鬼扯 把鬼扯当习惯实在不好 如果说今天你跟真的 你身为一个首都市长 你讲话不是一般的市民 不是说饭夫走卒 不是路人甲乙丙丁 你今天假设 你公开谈话说 这个双城论坛 是因为中央卡关 对不起 你证据拿出来 就这么简单 你首都市长 我为什么这样讲 说证据拿出来 这证据太容易拿了 我今天如果跟陆委会 去申请说两岸论坛 然后这公文送去了 摆明送去了 然后你不理不睬 或者是驳回 说实际不移 那你就拿出来就好了啊 你何必公口讲白话呢 对不起哦 你是一个首都市长 我再次强调 所以我觉得 其实柯文哲目前来讲 我认为他讲话 公信力几乎等于零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 之前他不是说 去这个中国 去这个所谓 也是双城论坛吗 他说我的所有 这个讲稿室 这个国安会 通通都已经 都已经同意了 他们都看过了 什么还有纸条 还有什么公文不是吗 拿出来啊 你证据拿出来 到现在那个 都还变成罗生门 我请问你 你现在公信力在哪里 我再次强调 柯文哲 你可以很好笑 没有关系 可是你毕竟是 台北市首都市长 我觉得一个首都市长 讲话如此的 没有公信力 我认为这是市民的悲哀 我其实我看到柯文哲 最近这些表现 我其实很难过 你知道吗 你知道柯文哲 当选那一天 我真的眼泪掉下来 为什么我那么激动 你知道吗 因为台北市 基本上跟过去的 所谓台湾省 是相同的 你知道吗 过去还有省政府的时代 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陈定南 他喊出什么 陈定南 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小 陈定南喊出说 台湾四百年来第一站 我那时候想说 那时候陈定南 一怨未了 可是至少台北市 跟过去那个 所谓台湾省 是同等级的 台北市同样 也是四百年来第一站 而且四百多年来第一站 民进党终于 本土政党执政 由本土政党 支持的这个候选人执政 白色力量执政 那天多感动 那时候我们想说 我们可以好好的 针对过去的弊案 做一些清除 然后做一些心力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怎么样 没想到竟然是发生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过去陈水扁 他还要靠所谓 撒咖都 分裂的状况 如果说有办法 一对一张 那是不得了事情 所以我觉得说 整个政治盘势 确实改变 那台北市 有一个新的气象 但是你看到 最近搞成这样子 你看萧亚潭 是他过去的办公室主任 姚立民姚老师 是他过去最重要 最倚重的军师 官船局长 检院院过去 怎么辅佐他的 过去苏立穷是怎么样 在尽心尽力 为他搞世大运 这些人全部怎么样 等到他功成名就之后 全部都视为什么 好像叛将一样 每个都跟他离心离德 我觉得 我坦白讲 从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看出 他的公信力 我再话讲回来 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你今天要怎么样 去搞你的两岸关系 都没有关系 可是你不要 把你可能遇到的阻碍 或者可能 对方给你下了难题 你通通一股脑的 又要政治操作层 是中央在卡你关 我坦白讲 你如果要先讲说 这个双城论坛 是因为中央卡关 第一个 你公文拿出来 第二个 我也请你之前 国安会那个事件 好好的交代清楚 你到底是跟谁传话 或者有怎么样的一个 文件往来 请你公住一室 好 如果这个国安文件 是古为旧的 可能不好去追 我们现在新的 这个有关双城论坛 要来厘清是比较容易的 昨天第一时间 柯文哲他怎么说 他是说 陆委会称 还没有收到上海方面的申请 柯文哲说 陆委会不准 李文辉来台 然后后来又有说 柯文哲又有讲 他说 李文辉要来 是要先申请入台 所以讲来讲去 就是说 这个李文辉 这个国台办上海的主任 是来不了台湾 现场定语室委员 我们特别请他去查了一下 这个事很好查 有没有心情 这个柯文讲的 公文拿出来白纸黑字 这个就不能像说 说国安讲稿 有没有给 很难去追 我们先退一万步讲 上海跟台北两个都市 要进行论坛的事前会议 只有李文辉可以谈 那他感冒怎么办 他生病怎么办 他掉走了怎么办 光这一点看就借口 就说我要协调 两个会的会前会 是不是非李文辉不可 李文辉是去年九月份 在台大田进场校园里面 办中国新歌声 然后发生流血 打人的事件的时候 国台办上海的主任李文辉 赫然在场督军 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 进到校园都已经是大禁忌了 还中国台办的人进到 而且那天还有个新闻 柯师傅没有讲的 去完那边督军之后 在另外一个篮球场 也在办类似这样子的 中国跟台湾的 跟台北的篮球的交流赛 李文辉也去那里了 李文辉那一次九月 就去年九月申请来台 我们台湾要过去中国 中国要过来台湾 都要有一个来台的目的 然后就要看你的行程 有没有偏离行程 有没有符合你的行为目的 那他上次就离开了 原来申请的他的路线 离开了他的目的 跑到台大校园 因为这样根据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当然下次就不让你进来 而这个条例不是我们定的 不好意思 这个条例二十多年了 所以李文辉在过年节的前后 要申请来台湾 不能准 是因为上去年九月的台大流血事件 那这一次他要来为了双城论坛 要进行磋商 还可以再申请 但他有没有申请 没有申请 所以陈明通今天在立法院 讲一句话很清楚 他说台北跟上海要进行双城论坛 他讲两点 第一点 交流是为了创造善意 这是好的 交流不是为了交流而交流 上次的交流跑来那边打人 流血了 所以为了创造善意 如果台北市政府认为需要陆委会协助的地方 请你提出 我们一定尽力协助 是 你没有提出 只是李文辉跟你讲说 我过年要来不能进来 不好意思 你上海来被人摇摇摇摇的小孩 那你现在要来 你就申请说 我这次的目的是为了跟台北市磋商 今年夏天在台北举行的双城论坛 目的写清楚 时间清楚 路线清楚 那你送到陆委会 陈明通说要尽力帮你协助 那协助要准不准 那个后面再评论 我还是觉得 纵使不准 李文辉你上次违反了目的了 违反台湾的法律了 不准你上海派个副主任来嘛 你派个其他人来嘛 两个人来也可以啊 两边的论坛的筹备 不会是两个人啊 就好像副市长 也可以代表市长出席一样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 他要把它操作成一个事情而已 就是 柯文哲现在要尽量降低变数 如果今年夏天办了一个 上海跟台北的双城论坛 讲出了类似一家亲 又讲错话 我害了啦 这边只剩玉木民 那要选个头啊 什么都不用选了 所以宁可不要办 比较安全 那连跟时代力量 都还可以好好谈一谈 如果双城论坛谈一谈 那一边跟你讲说 我们一家会 这边说对对对 那你以为台北的人没有感觉 所以为了减低变数 干脆不要办 那不要办呢 都怪中央就好了 我就没事了 原来是这样吗 来我们来看一下 定语的话 似乎有媒体也嗅到这个味道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金周刊说什么 选举年优双城论坛 沦为这个所谓造势舞台 柯就说干脆主动喊咖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选上就大败 主动喊咖 现在怪东怪西干嘛 对 来 如果是主动喊咖 到底是对柯文哲好 还是对国民党好 国民党先来让你分析一下 没有双城论坛咯 还没有确定 到底有没有 我还是在这边讲 柯文哲市长 你不能跟民进党的爱恨情仇 这样奥义拖背 你就干脆说清楚讲明白 你看刚刚 这个楚云在讲说 名嘴的那五十万 不管讲说你是选举的酬劳也好 或者是讲说你收买的人心也好 你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到底萧牙坛讲的那五十万是什么 你当时不是标榜的白色力量吗 MG149的时候 你都公开透明 连这五十万 你讲说你不要随政治的口水起舞 你到处喷口水 现在你讲说 我不随政治的口水起舞 那大家在质疑的时候 你还说清楚 同样的 之前还记不记得 之前苏力穷要辞职的时候 他讲说 这就没那么跳 所以说大家都要走 所以说我今天觉得 你今天有时候 营水没输完 丢过去 锅子转弄掉 所以说大家现在就是要问你 说清楚讲明白 就如同刚刚博文议员所说的 你的这个国安的 这个演讲考的事情 到现在也罗生门啊 中央也讲不定 你也说不清楚 你讲说有人来拿 我就讲了嘛 你就把你那个市长室的 那个监控设备 调出来是谁拿的嘛 对不对 你就说清楚讲明白 你跟这一段都说不清楚 其实我 就像演变下去 对国民党来讲 国民党比较好选 我也觉得讲说 乔云老 不要去思考 讲说国民党好不好选 我相信他是现任的首都市长 民进党当时也理让给他 那现在民进党到底要不要理让 还是自己要推出人选 但是我相信 我们都必须要检验他 那你今天你不能讲说 你一下子 陈平东主委讲说 没有啊 你市政府没有来申请啊 耍了一时啊 你现在 这个科文哲市长 你有讲说 你入委会都不准人家 但是入委会也有讲啊 当时 或许刚刚向定位委员讲的 你这一个 李文辉 之前的台大的这一个 中国好多生的事情 有这些争议 但是过年的时候 他没有准 但是另外一批 是有准的哦 所以其实有准也没准 北京市台办一行来的时候 是有让他获准的哦 那是针对违反形成的人 对 我也觉得讲说 你至少要说清楚讲明白 当时在中央 如果没有让你过的时候 你听出来讲啊 但是我想问的主委是说 副主委是说 因为其实国民党跟这个 对岸的交流是更频繁的 真的是一个主任没有来 就办不下去吗 我不认为这样子啦 毕竟你都能够 事前的一个沟通协调啦 一个会都有好多的会前会 那你的一个层级 水到渠成了 我相信也都是 陆陆续在做申请 你说我们要去海峡对岸 然后去办这一个国共论坛 对 这一个经贸论坛 我相信也是都会 事前的一些磋商的一个 措施都会做啦 那今天我会觉得讲说 你柯文哲市长 你就开大门走大路 你不要今天因为讲说 哎呦 我就有法度弄他算 然后今天不需要 你民进党的力量 现在又走另外一条路子 然后又要民进党的力量 然后这边也要 那边也要 你就走自己的一个路 然后用五党级的 这一个选道级 这有什么困难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柯文哲齐今天 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 显然他也是有思考过的 就是现在他会认为 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说可以避免减少 跟民进党之间的 所谓争议跟冲突 他说 现在的问题是 李文辉被禁止入境 那他来台湾 不会特别来讨论双城论坛 都是因为其他事情来台湾 顺便会找个地方交换意见 那么从头到尾都没有说 李文辉来台湾讨论双城论坛 没有用这个理由去入台申请 所以柯文哲就补了一句说 申请是他要申请 不是我啦 东豪哥 这个说法是 这说法很好笑 这个说法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所以双城论坛是一个 不能上台面的字眼 是一个跟吃刹病一样的小事情 我先给他讲一下 李文辉当然是因为台湾那件事情之后 他就来台就不准了 那在一月我们过年前一月中旬的时候 有一个人来台湾跟柯市府的人见面 这个人是谁呢 在一月中旬的时候是上海台办的副主任 叫李瑶东 他跟谁见面呢 跟台北市政府大陆小组执行长 姚庆域碰面 这两个人碰面干嘛呢 就是谈双城论坛 就是谈双城论坛 然后我们当时 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我们杂志就听到了一个说法 就是说考虑到选举的问题 所以今年台北的双城论坛 规格会很清楚地建议在副市长 是 没错 副市长成绩名字也有了 当时一个 就是这个 一个姓翁的 翁铁会 上海的一个副市长 可能是由他代表来 但是我们那时候在注意了什么 其实不是翁铁会 也不是他跟邓家鸡 台北的副市长 是里面有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叫沙晓玲 沙晓玲是什么 她是我们在观察 中共的习近平习大大 她习家班里面的嫡系部队 是 她如果来 她会比较有趣 她的重要性 可能远比你看其他人 都要来得更重要 因为听说她还有 中共中央的这个 对台的动向的指标意义 所以你再回过来看 柯P这时候讲理文会的事情 我们现在是三月了 三月中旬 一月之前发生的事情 就理文会的事情不是现在三月才发生 对 一月以前就发生的事情 柯P这时候拿来讲干嘛 他这时候把理文会的事情拿出来讲 目的何在 也就是说 这个又是 他的不小心乱讲话吗 不会 有关两岸这一块 柯P其实是想过的 柯P有的时候会脱口而出 对 有的时候呢 你相信他是有算过的 那他现在算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是说干脆的 就像定义委员分析的 那都干脆不要办 习事宁人 干脆减少跟民进党 根据他一样的情练 现在是不是一定不办 延迟过少 但是他就要放出一个动作给对面说 我有帮你讲话了 李文辉我帮你讲话了 剩下没有我的事了 因为李文辉的事情 哪需要可不可以跳出来讲话 我再次强调 那个是一月中旬以前的事情 一月中旬以后 他的上海台办副主任都已经可以来台湾 没有挡他 是 双存论坛任何技术性 议题性的磋商都没有挡 只是李文辉个人在台表现 他来台湾非常的频繁 这一块确实是有一个处理 但是没有李文辉 你的副主任可以来 而且李文辉也不是真正 这个双存论坛里面 核心角色 的主兵嘛 好 所以如果像东豪哥所形容的一样 现在柯文哲讲出这一句话 包括说陆委会 有没有卡关这件事情 都是一个设计好的扣解 所以他是要营造一个 第一 我告诉对岸 我有诚意要办 但是我现在降低成绩 或各方面都不是出于我的自愿 那对对岸有交代 对民进党或者是说 对所谓绿的支持者有交代 真的就是这样子吗 他就是最大公约数 都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然后他每次讲的话都是 一个大拼盘里面他讲那一小块 他就以为其他的地方都被遮掉 按照陈东豪先生刚才的说法 其实结论就是 柯文哲又在说谎 他就每一件事 他把李文辉不能来 当成是双城论坛卡关 而李文辉不能来 是有一段时间不能来 但是双城论坛能不能来 不一定啊 因为如果你双城论坛要申请让李文辉来的话 那陆委会要专案处理啊 是 所以他一方面 他去跟人家偷偷摸摸的来谈这个 刚才东豪说的双城论坛 他要看发展 情势发展 对不对 情势发展如果对他不有利的 那他就他就不要办双城论坛 然后对他有利 他要办双城论坛 他的那个机关算尽 我觉得他好累哦 虽然他精力充沛 那他真的是每天想这么多的招数 面对这个对最大的一个结论就是说 你没有民进党你选不上嘛 就是他花了这么多的这个巧思啊 利器 用这个用这个刘亦婷去找名嘴啊 用这个蔡壁如这个去跟万华的什么大佬见面啊 然后又去放蔡柯会啊 然后又这个去双城论坛 又模拟两可啊 这个不表态 然后又假表态 又不敢得罪共产党 也不敢得罪民进党人 还要跟国民党招手 还要跟清民党合作 还要跟这个新党这个同台 他累不累啊 你不累我们都累了 那你有本事你就像郑士维今天说的 你就自己去选嘛 那民进党的党中央 跟这个民进党的主席 就被你玩来玩去玩半天 那你们支持者就那么容易被上当吗 我觉得最简单的 还有他玩网军 对 去上什么节目 他今天上那个 今天萧亚潭 他要玩他的雅斯伯格证 我告诉你啊 萧亚潭说他的雅斯伯格证是假的 萧亚潭 他的前办公室主任 因为他说那个时候因为他选举 他都乱讲话 所以就编造一个 他是雅斯伯格证 为他自己来这个还夹 这是萧亚潭说的哦 雅斯伯格证是假的 这个事情可以追踪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病例过 没有这个诊断过 确实没有啊 好 第二 他萧亚潭说 他的网军呢 叫做戴继权 洪志坤跟邱毅凯 那邱毅凯就是当年在什么 兵役处用赖官说被他赶走的 对 可是其实还在帮他做事 那戴继权跟洪志坤 我都认识 我都问过他们 他们两个都坚决否认 他们是网军 那戴继权说 他做的是正面的事情 可是今天呢 他一讲话呢 PTT上就已经说了 哦 邱毅凯叫小凯 原来呢 叫他赶快出来 今天PTT上说 这个他跟那个 那个瓜吉还吉瓜 我搞不清楚 那个YouTuber那个网红 瓜吉 对不起哦 瓜吉 你要讲好 瓜吉那个 瓜吉很有趣啊 他是YouTuber嘛 就是说他去上那个瓜吉 去说那个名嘴被买通 这个PTT上有人说 就是邱毅凯所安排的 就请他赶快出来说明自己 对 所以他们这个PTT就说 小凯快出来 小凯快出来 你赶快讲一讲 你是不是网军啊 一号人物 对不对 那所以 柯文哲这样慢慢慢慢的 你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气球一样 你算是一个气球好了 气球人 有头有脸 有身体 然后一个动 一个动的戳 最后会消气耶 所以我才担心 他会选不下去呢 他选不下去 那你们民进党 如果礼让他 不是也选不下去吗 这个人 这个人的真面目 还真令人觉得 叹为观止呢 听到这里 可可姐会担心 柯文哲 真的觉得世间 真的很温暖 因为我是担心说 你们你让他了 他选不下去 你们要一起倒霉 对这里 我想现在最担心的 应该是像配一这样子 就是要选 这个议员 我再补充一下 萧雅坛说 有一些台北市议员候选人 表面上反科B 那其实私下 要跟人家握握手 他说最假的人是什么 是他同选区的啦 讲完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柯文哲 这样刚刚萧雅坛 他的前办公室主任说 他的亚斯伯格 是选举的时候 说错话的一个借口 或是理由 让大家不要这么严格的对待 但是对于选举 对每一位候选来讲 都是扎扎实实的战争 来这个柯拼连任 要从规格降级到全面停办 柯要拉大绿的决策大转弯 清柯人士说 今年是选举年 那双城论坛在台北举行 要避免选举因素干扰 本来就很困难 那么以柯目前 柯文哲跟绿营之间的互动 两岸是非常敏感的议题 加上中国近期举行两会 权力核心进行大起牌 以及美国总统川普 签了台湾旅行法 所以说鼓励台湾的高层 跟美国互访 所以对两岸的关系冲击 要观察 所以这是不是慢慢的形塑 说柯文哲就是不要碰 这个两岸敏感的东西 但是如果像扣姐 刚刚整理这样 佩宜 就算今天民进党 没有了双城论坛 觉得柯的讲话 就是这样也没有over 但对你们来讲 选举真的跟他合作 是一件好事吗 确实对我们现在 在台北市议员 要参选的年轻人 甚至年轻人来说 我都常说 如果碰到柯P 我可能要跟他申请执政 因为像我现在都在 挨家挨户的拜访扫街 常常因为他扫街 都要扫好久 常常我都被民众拉着 然后念这个柯P 然后跟我抱怨柯文哲 一抱怨都要抱怨十几分钟 我常常真的被拉着讲好久 都没有办法走到下一家去 但是我觉得 还是回到这个核心 因为你看柯文哲 他最近也办了好几个 网路直播节目 他一直很自豪 是说他好像 在年轻人支持度 是比较高的 确实这种娱乐性的东西 年轻人喜欢看 大家看了就觉得好笑 看一看 但是我觉得 他千万不要忘记 大家说现在年轻人的一代 大家说是天然度的一代 他的这种 两岸一家亲的说法 我相信大部分的年轻人 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而且年轻人 对这种价值的立场 其实那个坚持的意志 是很强的 所以说 现在在说要办双诚论坛 我们就很担心说 会不会到时候 去年台大的中国声音的事件 会不会再一次的重演 他会不会为了要去讨好上海国台办 就破坏我们自己的制度 甚至要求我们自己市府的单位 局处来配合国台办办这些活动 他千万不要去低估这个事情的影响性 他平常这样讲话 放话放一放没有事情 可是你当中国的官员 甚至国台办真的来到台湾的时候 年轻人看到那个现场的那种情绪 那种反应 是会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柯市长他自己真的要去小心 不要再觉得说 他可以透过玩文字游戏 然后今天说这个 明天说这个 他就可以胡隆过去 其实没有办法 我们也担心说 双诚论坛如果真的要举办 他希望他真的是建立在一个 我们是城市之间的交流 那更重要的是 这个交流的前提是什么 当然民进党立场也是说 台湾跟中国当然是要交流 但是这个交流 有没有前提 这个前提是你自己先设限 自己先矮化了 这个是你需要去跟民众交代清楚 而且我相信台湾的年轻人 是绝对不接受说 我们自己先自外 还有一层的前提 再来跟中国交流 这不是我们期待的交流 好 随东豪哥 如果这样子 好好的盘算下来的话 你觉得双诚论坛还会不会办 目前我不敢讲 因为这个要看 柯P跟民进党之间的互动 简单讲如果民进党 对柯P来讲 他判断民进党会提人 那这时候双诚论坛他为什么办 但是如果不办双诚论坛 可以换到民进党的支持 不怎么样 不做什么事情的话 以柯P那个很实际的个性 当然有可能 因为我这么讲 在一月的时候 柯P就 对岸可以容许柯P算这个吗 我先讲一下我的看法 就是说他说不定跟对岸讲好 我们现在不要办双诚论坛 等我选上以后呢 我就可以去变一个大伟的 这就变成你们在台湾最大伟的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推论 对方跟他默契那么多 所以你们民进党不要上当 所以我接柯P的话 你回想想看 我还是强调这件事情 为什么李文辉是一月上旬 甚至去年底的事情 你要拿来三月讲 它会变成一个理由吗 好像双方有默契 它会不会变成一个操作的理由吗 它只是帮李文辉讲话吗 李文辉先生不申请吗 还有我们讲 事务性的会谈 包括要谈什么样 双方那边会有很多很事务的 技术性的程式管理 这些议题早就有复案了 对 关键是要不要办谁来 柯P在会场开场或结束的时候 要不要致什么词 那才是关键 但是如果这么讲 你看到柯P这段时间来 有非常多的人在帮他放一些有趣的新闻 对 包括说跟蔡英文见面的这些 如果你把时间回推 蔡英文见面的事情是1月16号以前 1月上旬里面 他们难道不知道吗 柯P难道不知道吗 所以选举到后面 你可以到这个阶段 你可以看出来 他不会莫不其妙 抛出一个议题出来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民进党有没有看清楚这一点 包括昨天报纸说双城论坛 起结重要的关键哦 那如果是说这个包括可能彼此之间都事先沟通好 包括讲稿 包括流程 真的办一个双城论坛这么容易 说办就办吗 那么中间有没有什么事已经谈好的呢 定宇 第一个双城论坛已经举办很多届了 那陈明通这个刚就任的陆委会主委也讲得很清楚 台北市要办 我们请 我们愿意全意协助 因为交流 该配议讲得好 没有前提的交流 台湾可以跟 台湾那种一个都市可以跟东京当朋友 跟北京当朋友 那个不是问题 会产生问题是放前提的人 但纵使这样子 在城市级的交流 不管是高雄过去好像也去上海 去南京 或者这个正式办论坛 我印象从已经历见了两三任的市长 这个从来都不是问题 所以柯文哲要办就去办 是 然后刚才东豪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人认为说 我城市论坛不要办 你民党就不要提名 世间靠那些傲的事情 这个东西不是拿来讲坏 提名料再来办也可以 不是 那个没有意义 酸料再来办也可以 柯文哲对中国的态度 那是一个理念或者意识形态 呈现出来的作为 跟你办一次城市论坛 或不办一次城市论坛 没有关系 讲影响比较大的还不如讲 你把台湾跟中国归为一家 一起决定 混血 然后我们被杯阁被抵制 就被全世界围堵 叫做互殴 互相打来打去 那个其实比较伤害到台湾 那个才伤到很多绿营支持者的心 所以很多人说 你们以前都帮柯文哲讲话 那现在都不帮他讲话是没拿到好处 我现在跟一个朋友讲 谁变了 帮他讲话的人没变 是柯文哲变了 当时这些在面对连胜文的时候 拼命帮柯文哲 帮他解释MG149 帮他上台助讲 没有人求一官半职 也没有人说 没有人想得到柯文哲选不选得上 柯文哲一开始 那个民调很低 那个时候脑袋想的就是台北市这么重要的都市 大家努力把他顾好来 今天反对柯文哲的人 扣扣也好 其他人也好 他们想的也是一样 台北市这么重要的都市 把他顾好来 变得是你柯文哲自己 所以当那个改变 没办法说服人的时候 不会因为一次论坛有办没有办 就让原来支持你的票 回来 选民不是部队 不是立正少 西乡右转就右转 左转就左转 那我最好讲的是 在面对台北市 民进党一定要想清楚 而且我还是要讲 我在党内闻到的氛围是 要自己提名的声音是越来越大 压力越大 而且民进党是一个下额上的政党 当民众这种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正在决策的人 为什么蔡英文总统还要示出一个善意说 你好好把你对台湾的本土路线讲一下 你自己接球接了乱七八糟的 表示连总统都有压力说 你这种讲不清楚的话 怎么让原来支持你的人 觉得是可以跟你并肩作战的伙伴 这是蔡总统那时候用的字 那今天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人家证明 是可以并肩作战的伙伴吗 没有啊 既然没有改变 何必去担心所谓要理浪不理浪的问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国外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么在台北市的选局的部分 因为韩国瑜的出现 突然间变得很有戏剧性 怎么说呢 大家如果对韩国瑜不陌生 那是当时北农的总经理 跟柯文哲的关系还蛮好的 可是怎么会突然间到高雄去之后 又回到了台北说要选台北市长 当然现在呢 已经确定是他不会选 因为来不及登记 但是到底这一招是哪招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报道 到底要不要选高雄韩国瑜说不会卖关子 但却被拍到到台北去领表 这哪招 我是立刻报告主席 我完成台北市长政策 他吓一跳 他说你千万不能这样子 你要顾全大局 你要考虑到南部相亲的感受 还要考虑到中国国民党立场 我说他你要撤回 我说没问题 这就像人生的惊叹号一样吧 把党主席吴敦一吓得惊叹号都出来了 回顾韩国瑜反复时间表 先是三月初宣布参选突然临时改期 三月中又改说月底公布 结果三月十六号却突然北上领表 要选首都市长大家全傻眼 这个动作是以我的去留做孤注一职 发出最后强烈的讯号 我不要求满汉全席 我也不要大鱼大肉 但是国民党高中市党部 一定要有一碗卤肉饭 韩国瑜解释是想跟党中央要支援 阴谋论甚嚣成上 由国民党资深党员脸书爆料 金主们分析韩国瑜如果挟人气北上 确实比高雄更有机会 并用断粮为条件逼韩国瑜答应 韩国瑜百般无奈才这样做 但这百名也糟告天下 台面上丁手中张显耀 孙大千 钟小平 蓝营金主通通认为是炮灰 这就像人生的惊叹号一样吧 难怪会把吴敦一吓到吃手熟 这也让外界见识到韩国瑜狂的 无视只有罪 三零七位终合报道 好 媒体是用所谓的脱缰的韩国瑜 恶化了国民党高雄市的选情 党籍的议员就批韩国瑜没有诚信 预估他党内应该是不会参选 高雄市的市长了 这里底下你看到蓝营基层还说 户籍都还没有缺 真的是有心要选高雄吗 我们现场其实世维哥 我真的要问你们担心 这一步下去 这母鸡还没有确定是不是他 小鸡已经开始在反了 不管他选不选 市长部主委是要负起辅选的责任的 他讲的也很好听 他说我不要满汉大餐 我只要一碗卤肉饭就好 确实韩国瑜主委他在上个礼拜五 在台北市市长登记的最后一刻 然后他去做这个登记 确实我们那时候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也蛮紧张的 但是事后他当然有讲 他为了要南部的一个资源 我们也知道南部高雄 这个台南 我们都是相当的一个艰困 那或许他去这半年以来 他也知道讲说 如果说我没有辣得更重 你中央都没中事 那他也讲说他不要满汉全息 他只需要这一碗卤肉饭 或许他这个动作 当然有他的一个诉求 但是如同的你说其他的一个市议员 或者是里长的这一些提名的一个登记 当然还是要陆续进行 他也这一两天也一再讲 说他到底要不要选高雄市长 在三月里四月初 他还能选吗 他一定会讲 我会觉得讲说 他本身有他的一个考量 你说能不能够选 或许这当中是有一段的一个差距 大家会觉得讲说 那你诚信的一个问题 对啊 或者是说你到选举的时候 户级还没天 对 或许大家讲说 你的无心在高雄怎么样子 但是我相信 这都是他必须要去做面对的 而且他在做这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看到他从过去在这一个 担任北农总经理的时候 当然韩国瑜主委 他的一个话题就蛮多的 而且他那一个心情效应 也是蛮强烈的 对 那我会觉得讲说 他今天做了这一些的一个动作 他也对外界来做说明 那如果假设他要参选 或不参选 我相信未来 大家都会对他做质疑 不管讲说现在党内的也好 或者是未来 这一个党外的也罢 我会觉得讲说 这都是韩国瑜主委 他必须要去做面对的了 好来 博文 你看 这部这次到底这个对一个 想要选举的人 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 尤其是就算他不选 现在还要做辅选的母鸡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该怎么做 我觉得韩国瑜这个动作 对国民党是大扣分 这个因为你堂堂一个 高雄市党部主委 这样的一个系列动作 不但没有替国民党加分 甚至大家会觉得 你国民党在高雄就是玩玩 我这样讲好了 国民党现在在高雄 是一个在野党 而且面对民进党 这十多年来的一个经营 坦白讲相对是弱势很多 这个时候你除了蹲点之外 你一定要做一些 让人民可以感动的事情 我请问大家 我今天下去 例如说我上次这个党征召 我去北海岸选立委 我如果说去选立委的时候 我说我要卤肉饭 我要大鱼大肉 我什么都没有 我怎么样怎么样 你觉得选民会感动吗 没有 我当时征召 我也知道是不是 就是去当炮会 去开疆屁毒 这个一个背包带着 自己就跑到北海岸去 行囊 各方面你就好好的 自己找一间小小的办公室 开始窝窝 开始发传单 人家上公室还不租给你 不租 那时候遇到很多的挫折 可是慢慢的 当人民感受到 你真的有那个心的时候 大家慢慢会支持你 现在韩国瑜不是 我下去 大鱼大肉没有 至少要先给我卤肉饭 我请问你 你在为你自己炒 还是在为高雄市民征服力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就是一个败笔 我再举一个例子 堂堂一个高雄市党务主委 高雄市党务主委 国民党的 竟然跑到台北市 来登记参选台北市长 我请问你 你把高雄市民当什么 我真的跟大家讲 我觉得韩国瑜没有错 我也认同说 他的口才很好 可是就是耍宝 我觉得今天 其实选民越来越看清楚 政治人物不是一个 耍宝政治人物 我觉得大家是说 你要真材实料 你要真的有那个心情 你要真的有那样的一个价值 说我就是好 我就是来高雄 我就是来好好的服务 我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 我跟这个民进党的不一样 我愿意在这边蹲十年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样一个状况 为了一碗卤肉饭 而且我跟你讲 你现在去问高雄市民 其实很多人都不相信 为什么 国民党的东西 只有这样吗 多少次已经藏入 这个民间的口袋里面 是党场会查不到而已 你知道如果说 国民党现在就开始在那边哀穷 然后就说这一碗卤肉饭 没有办法选举 那我跟你讲 国民党在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但至少在高雄市 我认为如果是这种心态话 是永远 大概十年八年都趴在地上 爬不起来 好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你看高雄其实本来 许多人都认为说 韩国瑜即使他不会赢 至少他制造话题的 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让民进党好像 不是说躺着选 那稳当选等等 这些话题 可是现在就变识 自己国民党的基层都在反 包括你看吴堆毅脸上也无光 那包括现在 新北是不是也出问题 周锡伟说什么 他说你看民进党 清明廉价没有初选 清明廉价之后才开始 周锡伟就说了 那你这个国民党 才选在这个时间 这个整个廉价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时间就有不恰障 所以东豪哥 现在国民党的状况是 党主席真的镇不住这些 包括你看他自己派的党部主委 都起来反 然后从高雄要到台北来 其实这样讲不对 可能又不舒服了 不只是高雄镇不住 台北好像也没镇住 台北 对 台北不利于丁守中的耳语 非常多 三不五十就跑一个人出来 保丁集团 是 那你在看新北 那么讲 你在用清明廉价的时候 做民调 事实上是会有困扰的 也就是说 国民党党部 在规划这个史诚上来讲 其实我也觉得奇怪 因为清明廉价是很可能你会举家出游的 所以民调打去的时候 你可能是找不到人的 那一般来讲说 你做民调的时候 因为三月份有很多时间 三四月有那么多时间 你为什么要选四月清明廉价的时候 是 那么讲 就是说你做民调的时候 有一些居住性的东西 你一定要考虑到程序上 要让各方觉得比较公平 然后还有一个 要让各方觉得有充分的准备时间 然后再三方面 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表现 每一个人的资源一定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资源一定不一样 可是你要让各方来讲 有比较公平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事情 本来就是一个程序上 其实讲这个很奇怪 因为这是非常技术的东西 国民党以前很少办初选 可以理解 可是看民进党办了那么久 你也可以观摩 你少付一点学费 甚至有股气 或者有发展性的政党 应该说 我看着民进党初选的优点跟缺点 我在民进党基础上办得更好 我最好办第一次我就一民惊人 可是你现在看到 国民党的状况很有趣 不可会员 国民伪委宜超强 民调到目前为止算超强 所以你看得出来 民进党在新北市的提名上面讲 其实是有困境的 就像在台北遇到柯P一样 它有困境 可是 民进党在高雄跟台南 人家都已经完成了 国民党现在在外面 你不知道你的负责人是谁 你的战将是谁 如果你是需要征召的 你就要很果断的展现你的智慧跟Pol V 征召出一个适当的人选 像韩国一的事情 一个党部主委 先说要领表 领了表以后不登记 然后最后主席说是轻叹号 不是就像吴志阳先生讲说 难忘记像背一样吗 这么像不就马上气势保送上了 对 这个仗 你高雄台南打不起来 国民党就最多最多是一个台北党 一个台北党 你不要想2020 好 所以说现在变成是对国民党来讲 他现在最有保障 最有可能大概就是新北市吧 所以他用 一直被周席伟质疑说 用各种的方式在卡州 他卡住周席伟 是为了保障侯友谊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这个游戏规则到底公不公平 至少周席伟认为不公平 我先回到韩国瑜讲的一句话 叫一个滷肉饭吧 这句话就是台南高雄威了 我们南本有滷肉饭 我们的肉燥饭 肉燥饭 你们的滷肉饭 长得就像我们的肉燥饭 我们的肉燥饭 你看我们台南的高雄 都吃肉燥饭 烤肉饭是有一个大肉在那里 不一样 所以光那个用词说 这个滷肉饭很明显不是给高雄市民吃的 口味不一样 所以他还是要来选台北市 口味不一样 我必须夸奖韩国瑜 他用了这个动作 光领格表 领格表要交五万 反正领格表而已 一百六十万 他没有登记 他光领表而已 所以但是他也要筹钱 他领表 就已经让你们讨论到现在了 没有 领表兼登记 兼登记 他花了这个钱 把议题炒热 这个是对的 可是议题热 但是他的内容是逻辑不通 内容发散可成 比方说你跑来登记台北 马上把人家抓包说 你也好看 你也带棒 任何政党 你派来地方经营的党部主委 你说我心在高雄 我人在高雄 我户籍在台北 你怎么去感动高雄人 我们任何政党 我不用说蓝的或绿的 第二个 当他要那碗滷肉饭 是跟中央党部喊话的时候 很明显不是要公共资源给高雄 那党部能给的资源 要么就是党部的候选人 要么就是他自己 所以你不是为高雄市民 投那碗滷滷 你投的是你自己的 怎么感动市民 所以当吴志洋说 郑文燦 南万旗向背 当周习伟每天在抱怨说 你们这梁森定做 这个有问题那有问题 当台北明明丁手中说 我准备好了 大家说没没没 你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还有中美清 我们还有谁谁谁 然后呢 再加上在台中那场初选 到最后总盖是谁 还有些问题要处理 吴敦毅在整个压住 国民党的阵脚 几乎这些重要的县市 都压不太住 在台南还有他们的 党籍的市议员 站在台下骂呛他说 你到底要把李浪那某某人 在台南他们的那个党代表的 一个议员的会议在现场上 所以吴敦毅对国民党里面 到底产生什么问题 我们知道外人 我真的不清楚 我觉得他们现在有个岛屋计划 然后不只是岛丁计划 其实你要看这些人的背景 岛屋计划当中 因为当年吴敦毅选的时候 除了洪秀柱 还有别的党主席候选人 那岛屋计划 我们卖个官司广告回来 让寇姐好好说明 从这次的选举当中 国民党不只有岛丁计划 还有岛屋计划正在酝酿中 我觉得就是岛屋 台北岛丁就是岛屋 而且岛丁计划里面 放话的都是台北市党部的人士 黄旅锦茹是谁推出来的 他不是好龙斌的人吗 高雄这一招也是在岛 哪里是岛丁这么小规模 你知道丁手中接受广播反应 他没有说没有岛丁计划 他只是说他不在乎 对初选有意见并不代表讲说 就是要倒 拜托 一个无对义的中央党部 已经被倒完了 大家公平竞争 拜托 你们还有初选吗 现在的国民党 倒完之后 他们要接收国民党 接收国民党之后 这些过去跟共产党关系很好的 这种这些蓝血 就可以接收买办嘛 对 也是又跟两岸之间的关系有关联 当然了 岛丁他们说除了好之外 还有这个跟丁不好的一个家族 这个就是参选人跟我讲的 那个家族很大 那个家族很大 那个家族很大头 所以这个是一个岛